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呢 如今我们华语乐坛有这样一批歌手 他们不仅在国内有着超高的知名度 就算是走出国门 依然能凭借自己的实力 赢得观众的掌声 让中文歌走向世界 那么今天就来看几位这样的乐坛大佬 2006年周杰伦创作这首《霍元甲》 让很多喜爱武侠的人听完热血澎湃 歌曲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 再加上充满愿味的歌词 无一不展示着中国武侠精神 和周杰伦各尔曾经当着日本乐迷的面 唱了这首歌 也不是他们在了解完歌曲的创作背景之后 听完做何感想吧 Zither Harp 中韩歌会作为跨国大型音乐盛会 每次举办都会邀请两国的顶级歌手 而在2008年韩红就来到了现场 他和韩国歌手朱中鹤合唱了一首神话 虽然男歌手演唱得也很好 但毕竟韩红可是这首歌的原唱 更是被称为国家队级别的歌手 这一开口瞬间直击心灵 薩顶顶的万无声是一首特别有意境的歌曲 哪怕是外国人听了不懂其中的语言 也会被其中的编曲震撼到 夏婷顶多年前就在韩国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 独特的声线让人听着有一种神婆施法的错觉 最后就来听一下吧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